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本集播音 魅影 酸咸人甜不辣 无天 第217集 先前方林力威已经足够了 剩余下来的这两个人旁得不说 他们眼下唯一要想完成任务的路 就是只能依附于方林了 这就决定了 其忠诚度会被保证得很高 所以现在应该是以安抚为主 接下来方林呢 便让六名蓝衣喽啰四处的勘探地形 又携带着心园制造出来的多枚精神力炸弹 四下的光了一圈 吩咐老四带着陷入昏迷状态的心园离开这 到远处等候着 然后他带着屠夫重新回到了玉神墓之前 也不知道在弄些什么 不过回过来的时候 手里面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那么多的精神力炸弹 也不知道安放到哪里去了 紧接着 领着两个人呢 埋伏到了好几公里远的一处山丘后 扯来了许多气味刺鼻的小叶灌木 然后照在了身上 最后就开始悠然地闭目养神 功夫不大之后 先是极其刺目的光芒一闪 紧接着远处传来了一声 极之沉闷的巨大欲响 那个声音像是从地下给传出来的 却带动着人的内脏 都在坐着难受的抽搐 四下里的树叶仿佛被秋风所拂 速速而落 再然后呢 那株巨大无比的御神墓 便发出了嘎吱的 暗雅的巨大响声 给人的感觉 不像是一株巨树 而似是一头庞大 而温和的荒兽 在无奈中发出了 不愿清退的哀嚎 那庞大的主体 先是轻微地颤抖鼻下 再接着就发出了一声清脆刺乱的 啪嗒一声 那声音仿佛是一根火柴棍 从中给掰断了 当然 这个声音是放大了千倍万倍 甚至是十万倍 再接着 御神墓 轰然缓慢地歪倒断折 这庞大的神术 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了 老四半张着口 说道 这 新元兄弟的精神力定时炸弹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真不可思议啊 早知道的话 我 方明微笑地说道 新元的精神力定时炸弹 自然没有这么恐怖的威力 可是 可是这个巨树 为什么会倒塌 这也说不通啊 老四难以置信地说道 它其实 是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的 方明从容地说道 根据我的测算 这棵树 高达104.79米 树干的周长为45.93米 其密度应该为 0.44至0.57之间 换算下来的话 数目的自重是 2800至3400吨 相当于460多头 非洲巷或者是15条 蓝星的重量 老四听到这儿 用一种恍然大悟的眼神说道 哦 原来预者大人 您开始其实是在计算 这个数的重量啊 我大致上明白了 您不愧是预者大人 方明 淡淡地说道 也不完全是的 数的重量计算起来 太简单了 但是要把新元的炸弹的炸力 集中起来 进而将这棵树炸的失去平衡而歪倒 就需要经过一些复杂的计算了 可是 老四更加不解地说道 把这个玉神木炸弹 做什么 方明忽然间这时候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将两个人的脑袋按着缩回到了土丘的后面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左右 才领着他们向着小河的下游走过去 很快的 他们就见到了在小河的河滩上 出现了一个乱石纷飞的小石坑 石坑的周围呢 潑洒着许多乌黑难闻的液体 方明仔细地在河滩上搜索了一会儿 要去下游的一根横拦在河面上的漂浮之鸭上寻找了一会儿 便捏了满满一张黑而腥臭的黑色毛发回来 分给了老四和昏迷的心缘之后 清醒的老四呢 顿时就睁大了眼了 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了呀 这什么东西啊 因为啊 他现在拿到手里这个黑而腥臭的毛发之后 就已经得到提示了 你获得了任务物品 犬腰的白发 分支任务 犬腰的白发已经完成 任务难度等级 未知 请至黑子处领取奖励 这 于者大人 你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这 这东西明明是黑色头发呀 怎么 老四这时候有点激动了 看着方明的目光 已经可以说得上是崇拜了 方明领着两个人向回走着 笑了笑 轻松的说着 其实 这也不太难理解 任务的目标是要取得犬腰头上的白发 并没有说 要我们自己去取 或者是杀掉它吧 对吗 老四一听 点头表示明白啊 所以最好的办法 反而是让这个犬腰自己将头发给取下来 只不过 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得先解开其封印 恢复它的自由 而要给它自由呢 重点就在那只剑和盯住它的树上 方明随后是唯唯而谈 老四这时候已经听得有一点两眼发直了 我并不认为亲自拔剑是一个好主意 所以就只能从树的身上想一些迂回的办法了 从你们先前的尝试当中 我可以了解到 单纯的 在玉神墓的周围活动 其实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的 安放精神力定时炸弹 当然是没有碰触到那棵巨树 而是在三十米外 用屠夫的铁链进行了精确投放 于是这头犬腰成功地摆脱了这棵巨树的桎 解除了封印 当然 我们的这种行为 可以说是对任务规则的一种破坏 所以梦魇空间肯定会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 而最好的惩罚措施 莫过于让这头被炸的灰头土脸的犬腰来追杀我们 它既然名为犬腰 可见其嗅觉无疑是相当灵敏的 所以很自然地就会寻找我们留下的气味来进行 所以在我走过的路上 我安放了一枚触发式的精神力炸弹 当然 旁边还有一袋特意的加工过的神秘大礼 这东西我在江湖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 觉得一定有派得上用场的地方 于是可怜的犬腰在全力运用嗅觉寻找我们踪迹的时候 精神力炸弹猛然爆炸 我赠送给他的神秘礼物 也就淋了他一身了 您的神秘礼物是什么呀 老四终于认不住问出来了 方明呢 温和着一笑 这个笑容却只有在算计人的时候 才会在他的脸上看到 是五股轮回之物 就是人的混合排泄物 被完全的密封在了一个罐子里面 出发前我用各种香料熏过 味道保证不会泄露的 老四听到这儿 叹口气了 这只可怜的妖怪 他当时还在努力地用嗅觉追寻我们的踪迹呢 方明接着又从容地说道 被淋了一身米田供的小狗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当然是寻找水源 尽快地冲洗身体 他的嗅觉虽然遭受了重创 但应该还是可以迅速地帮他找到水源的 并且他之前也应该在这附近生活过 而这方圆十里之内 就只有这么一条小河了 所以很快的 选妖便会急匆匆地跑到河边 开始冲洗自己的身体 但他匆匆跑进河水的时候 又再次踩到了我预先布置的精神力炸弹了 这一次我采用的是延时三秒的爆炸方式 所以在他蹲下胶水冲起身体的时候 精神力炸弹才开始爆炸 于是经过特别加工稀释的恶臭的黑色塑胶粘液 却被巨大的压力所挤喷 大面积地从背后撒向了蹲着的犬叶叉 这种树枝 我也是在事前有所准备的 嗯 在接下来 可怜的小狗就会发现了 身上的那种东西还是能够洗掉的 但是头发上却很难清楚了 于是无法忍受恶臭的犬腰 也只能消化明智 那条一先横在河面上的树枝 是为了避免他将头发抛进河水里 扶着被冲走 可是万一有人先一步经过这儿呢 老四这时候的思维却显得颇为的缜密的说道 方宁微笑着说道 我们先前待过的地方 就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好事 之所以要弄出两次爆炸 那是因为第一次我没有把握 让那个恶臭的黑色树枝 能够泼到犬叶叉的头发上 这个时候啊 距离二十四小时的期限还颇为的长久 三个人就不急不慢地向前走着 欣元此时还在饱受精神力耗尽的反持影响 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断断续续的听了老四的介绍之后 忽然说道 可是大人怎么就能确定 犬妖一定会去您买的精神力炸弹的地方 去洗刷身体呢 因为路的关系 老四此时回忆了一下 率先说道 大人布置第一个炸弹的地点 是在临间小道上 犬叶叉被淋了一身碎物之后 确定了水源的方向 很自然的就会顺着面前的小路急奔而去 小路的尽头就是河边的河滩 大概平日里有野兽 猎人都喜欢在那儿喝水的缘故 所以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码头 要确定它去洗刷身体的地方并不困难 其实 这个任务的理论完成方式 的确是迂回的 不过绝不像方林办的这样危险 而富有破坏性 他们最终不但释放了恐怖存在犬叶叉 而且还毁掉了御神墓 正常解决任务的方式 其实是在御神墓那儿碰壁之后呢 就应该四处的寻找线索 然后会在东面二十余里的地方 发现一个安静的小村子 里面有一个很苍老而肥胖的老太太 却是一位叫做疯的神秘巫女 她可以让心灵纯洁的小孩子靠近御神墓而完全不触动结界 轻而易举的就能取得在风意状态下沉睡的犬叶叉的白发而不惊动那个强势的妖怪 而在那里可以接到交换物品的任务 就是杀死村外的一条蜈共青 这条蜈共青当然不弱 不过也不是很强大 大概就是A级难度的水准吧 然后回来交换任务物品就OK了 方林其实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正途解决的可能性的 因此她随身携带的还有不少的是与当时的平民交流所用的贵重物品 之所以下定决心击毁御神墓解放犬叶叉的封印呢 原因也很简单 或者说很复杂 很诡异 而这几个词看似矛盾 其实解释之后也就很明白了 第一个呢 因为罗将神黑暗一方 显然其实是不太希望犬叶叉再次复出 否则的话就不是派遣人来阻止他们 而是直接发布解救释放犬叶叉的任务 而黑子一边呢 貌似也不会希望释放犬叶叉出来 毕竟这还是要增加一个恐怖的强敌 犬叶叉很明显是不容于正反双方的 势必会有后续的任务 而这个任务或者很难 或者不难 但毕竟是多了一层特殊的隐藏任务 第二个原因呢 则是很重要 就是依照方明的判断 自己采用的完成任务的方式 可以说是最难的解决方式 这个绝非是说笑啊 弄倒了拥有一场神秘防御力量的御神木 在被释放的犬叶叉的身上取得任务道具 应该是最为高难的完成方式 那么的话 这个任务奖励 貌似就可想而知了 绝对少不了 而且眼下 随着正义势力的相互残杀 黑暗一方的势力 很明显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了 与其让梦魇空间产生某种不可掌控的调控 还不如自己主动来将这个可能的变数 进行掌握而更加有把握了 相互成立啊 依然是十分的繁华 只是老四和新元两个人呢 不免是感慨万千 去的时候是六个人 回来就只有三个了 仅得半数啊 不畏是不惨淡的 不过很快的 他们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些无畏的伤感了 因为他们已经直接从侧门进入城主的府邸里 在见到黑子之前 方明是满脸正色的嘱咐过 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哑巴了 如果谁多说半个字 不用我废话 自个儿把舌头给拔了吧 黑子 依然浑身上下 都被笼罩在了黑色的衣袍头套里 正在默默地打磨修补着一件盔甲 方明三个人走进去 他连眼皮都没抬 竟然是沉默无比 仔细运作着手上的刮刀 直到宫序告一段落 这才淡淡地说道 全要的白发 拿了回来了吗 方明直接用树叶包裹着黑发递了过去 黑子立刻皱着眉 闪了闪鼻子怒道 你拿到什么东西 这是全要的白发吗 方明的心中暗道 骂的你这死老头子 这可是连梦眼空间也承认的 你个死老鬼在这叽叽歪歪地干嘛 不过这脸上还是做出了很无辜的表情 说道 这就是犬腰头上的白发 您可是不知道 那个玉神木是多么恐怖 还有那犬腰 就为了这点事 还把我两个同伴都弄死了 重伤了一个人 至今还是昏迷不醒啊 可是这明明是黑色的 你觉得这能叫白发吗 黑子还是淡淡地说道 方明见这老头摆出了一副菜市场砍价的架势 嘴上说着 哎呀你这肉啊 太肥了还带着骨头 价格太贵了 胆固醇太高了 还有99%的几率是注了水 其实这心里欢喜的不得了了 已经打定主意 今天晚上到底是蒜苗回锅肉啊 还是红烧肉啊 不喜欢您挑什么刺啊 铁定是看一眼就马上就走了 所以啊 方明马上将手啊抽回来 冷笑着说道 您如果不认可就算了 此事就此作罢好了 你另外找别人去取他的头发吧 打扰了 说着 他便立即转身就走掉了 老四和新元两个人心下恶然呢 但是也只能跟随着出去 眼看着 24小时的任务期限即将到来 基本属性将被永久扣除一点啊 两个人现在已经是有一点坐不住了 方明呢 冷眼旁观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 立即说道 你们两个人若是害怕 可以去找他交任务 但是 我绝对不会去的 老四和新元呢 犹豫再三 还是找方明呢 讨要了一点头发 赶着去交了任务 但是隔了一会儿 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道 大人 你拿给我的头发不够 那黑子老头子说 太少了 方明笑了笑 又很珍惜地 拿了一些头发给他们 不过自己手上 还是剩下了一大把 正色地说道 可别说我没告诫你们 现在去交了或许 有些许好处 但是事后可别后悔啊 我可是已经事先说明了 两个人听后啊 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着方明给出的头发 交了任务 很快就欢天喜地地回来说道 我们拿到奖励了 是一个饭团 使用后加三点 可以自由分配基本属性 不过大人还是赶紧去教吧 现在去还来得及 那个老头刚才特意说了 A级物品 淘汰狼的饭团 中 本物品不能被携带出本世界 乃是本世界所独有 乃是淘汰狼用来引诱妖怪 使其为自己效力的神秘道具 服用之后 可以得到自由分配的基本属性点 三点 重复使用无效 以这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继续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